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才是最好的爱 你所搭乘的是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是黄音音的演唱 让爱自由 眼睛看着我 就有深情陪着我 不用缠绕不必牵挂 让我静静去翱翔 岁月追着风 任意漂流不会远游 就算醒来是美梦远走 被暴落淹没 天空对海洋说 我有续蓝的彩虹 可是不安在我写一刻 我真实的汹涌 后秒对满方说 你有阳光还有和风 但是我愿不承受别离 飞出你的心 让爱自由 我们小学堂的夏令营呢 已经展开来到了第二个礼拜了 每天早晨呢 我都是固定在六点半的时候起床 看看父母亲的早餐 准备的怎么样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跟他们聊两句 快速的浏览一下报纸 并且呢 跟家里面的印刊户呢 一起来计划一下 今天要准备什么样的餐点 给父母亲吃 或者是交代 要买些什么东西回来 然后接着就沐浴更衣 然后大概差不多 在七点半的时候 哦 中间还漏了一件事 就是跟猫咪玩 因为猫咪很黏人 所以一定要跟他玩 他就会放你出门 不然他就会在那里 很可怜的哀哀叫 你就会觉得 我怎么可以忽略你呢 你这么重要 好 那这一切事都做完了之后呢 差不多在七点半的时候出门 然后在八点钟以前 就进入了小学堂 大概就这样子 上午一个班 下午一个班 大概全部都忙完 真正可以坐下来 摊在椅子上面 喘一口气 已经是下午六点钟的事了 黄昏了 已经其实已经是晚上六点钟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哎 你年纪那么大啦 在忙的事情那么多啊 干嘛这样的时候 疼自己啊 这样持续四个礼拜 是很大的身心负担 我知道这是很大的身心负担 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只要是你找到了 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你觉得这好像是你的天命 就像我一直觉得 我可以把我这些年来 所学习到的关于 国语文的知识 以及我对于人生的了解 能够跟这么多的小孩子 或是少年们分享 对我来讲好像是一种天命 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所以这个愉快是足以抗衡 在这些事情操作的过程之中 那种辛苦或者是巨大的压力 其实人生就是一种选择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去经受压力 而能够做到很好的 或者是做到 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除非就是每天玩 可是成人都知道 哪有每天玩的这种人生 那我自己在小学堂里 我觉得最大的快乐 就是除了上课以外 就是跟孩子们一起游戏的时间 他们刚来的时候 有一些小二生小三的 真的就是很腼腆 很害羞很害怕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 对小学堂不再那么陌生 其实最好的办法 就是跟孩子们一起玩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抱了两桶蝶蝶乐 站在门口说 有没有人要跟漫娟老师玩蝶蝶乐 没有人理我 蝶蝶乐很好玩 大家要不要来玩 没有人理我 好 算了 我就自己跑去 小学堂的公共空间里面 我们称为小拉比 我就把两桶蝶蝶乐拿出来 跌跌跌跌跌的很高 然后就开始有小孩子过来 一个过来了 两个过来了 最后一群孩子都过来了 大家就一起围在那里玩跌跌了 玩得非常的开心 小孩子最大的好处就是 只要大人愿意把眼光放在他们的身上 去设想 他们会觉得有趣的事 那跟他们一起玩 他们其实真的是可以不需要任何的3C用品 就可以跟你玩一整天 那我把这样子的一张照片 跟我的想法就po上了脸书 后来就有应该是家长吧 就问我说 可是我的小孩都只想跟3C玩 都不想跟我玩 那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在于 他还没有学得跟人一起相处 和玩得快乐的时候 他的注意力就已经都被3C所吸引了 那感觉就很像我们有些孩子 是读外语学校的 那爸爸妈妈觉得他们的中文能力 应该也很重要 所以就会把他们送来小学堂上课 他们都是带着那个厚厚 像砖头一样的英文书进来的 从小哦 从很小哦 可能四五年级就这样子 一直到少二哦 我们每次看他的英文书在那里 我们都是叹为观止 但是你要给他一本中文书 他真的就非常痛苦 因为只要是学会了 用英文来阅读之后呢 你让他再用中文 他就真的会觉得中文好难哦 那谁会愿意去面对很难的事情 还不一定能得到乐趣 当然就是想要去寻找 对你来说比较简单 比较习惯 又能够快速得到乐趣的 我觉得 有时候我会跟家长讲 如果你要让你的孩子学 学就是中文以外的其他的语文的话 最好的方式还是让他先能够自主阅读中文 都没有问题之后 因为你如果很快就让他自主阅读英文 你再想让他回来读中文 那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也听过好多家长都跟我说 很后悔 早知道今日是这样的 当初就不要那么早就让他念英文 所以接下来的弟弟妹妹 我们都要决定先让他们能够自主阅读中文之后 再来阅读其他的外国的语文 这好像也是一件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所以当然要带孩子有很多很多的美角 对不对 那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会对孩子最好呢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一定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可以借由很多的资讯 去了解一些事 比方说 我就有在杂志上面看到一段文 真的想跟大家分享 他说爱你的配偶 是你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 那这个所谓的爱你的配偶 不是只有嘴巴上说 哦爸爸很爱妈妈 碰一下把妈妈给打婚了这种 而是你在平常的言行举止之中 就让孩子感觉到 你对你的配偶是充满了温情 充满了感谢以及尊重 那我们在小学堂里面 遇到过很多比较强势的爸爸 那他们在提到妻子的时候 都会有一点点轻蔑 比方说其实我们家小孩本来没有问题 就是因为我娶了这个老婆 基因变坏了 所以我的小孩才会出问题 等等之类 就是当着老婆跟小孩的面这样讲 听到这种话 我真的觉得很难跟这个爸爸继续谈下去 那孩子其实在旁边每天都在看 他会看到配偶之间的相处 他会看到父母之间的相处 他很快就会明白 爸爸妈妈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爱 那你不要说我只是爱我的孩子 但我不爱我的配偶应该没有关系吧 有一位专栏作家叫做贝林达勒斯康比 他在即将要出版的新书叫做婚姻学里面 他就说父母做的最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就是爱子女胜过爱配偶 当然必须要爱子女 把他们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但是爱孩子超过爱配偶 是不经大脑的做法 孩子当然有各种棘手的需求 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配偶呢 因为他什么事都可以自我完成 所以当然我们就会觉得 好像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在配偶的身上 久而久之呢 感情就变淡了 其实爱配偶的原因之一 就是为了孩子 研究显示 在父母彼此相爱的家庭里面 孩子会更快乐 更有安全感 我想我们应该都还记得 哪怕父母亲 我们小时候 父母亲关着门在里面吵架 就是他们的声音不大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 那种冷冻的气氛 以及内心的恐惧 对不对 所以孩子们可以从父母的身教里面 不只是学习到健康的亲密关系 更能够学到的是 如何正确待人 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好好的 跟你身边或是陌生的人讲话 那有一个研究就显示说 如果父母的日常互动 常常出现紧张的关系 而没有获得妥善的处理 就会显著的影响到 父母与孩子的互动 尤其是父亲与孩子之间的互动 2014年英国调查 追踪了4万个家庭 发现母亲对亲密关系越满意 子女的幸福感就越高 所以呢 你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爱你的配偶 然而刚结婚的时候 应该都是蛮爱的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爱慢慢的消失 或者是变掉了呢 待会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 一对同志伴侣结婚了10年 他们还是那样的相爱 或者是比以前更为相爱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在梦念梦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明天傍晚只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向右向前看 爱要过几个晚才来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明天傍晚只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我记得初次见面 他坐在我对面 我想要把手伸得长长地 越过人群去抚摸他的脸 那是令人害群的往事 使我高兴的是 至今我对他仍有当时的冲动 至今他仍会专注地望着我 在2009年的时候 八月份在花莲 作家陈雪 在两位朋友的见证之下 与他的爱人早餐人结婚了 然后十年来 他们两个人过着 像很多的平凡小夫妻一样的生活 我觉得这些不特别 最特别的是在《同婚十年》 这本由应科所出版的书中 我刚才读到的那一段文字 我觉得那是多少的人类 所期待可以遇见的 在爱中还可以携手相爱的故事 很多人爱过 然后携手共度 然后没有爱了 陈雪你好 曼正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虽然你写了很多 我觉得是很经典的作品 但在我这个平凡人的眼中看来 我觉得你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 此刻你可以告诉大家说 爱不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所销毁 它可以狗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对 是不是这样子 可以是 我觉得就是它可以成长也可以翻新 对我来说爱是这样 对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 然后现在我手上拿这本书《同婚十年》 其实就是记载了陈雪在这十年之中 跟另一半一起生活状况 可是当初你们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 你们两个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同婚法根本还是 也许对当时的人看来觉得是遥遥无期 不知道哪一天 是什么想法让你会觉得 我就是决定此刻跟这个人安定下来 我就要是跟他牵手共度一生 其实我跟早餐人是两度在一起 就我们2003年的时候就有短暂恋爱过 然后那个时候以前我是不婚主义者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认识他 我们热恋的时候就两个人就有那种 觉得如果想要结婚是想跟对方结婚的冲动 那时候是一个冲动 然后后来我们分开之后在09年又重逢 这好几年后 六年之后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你可以有第二次的机会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然后就我的看法就是觉得说 想赶快把他抓住 不想再错过他 那他的话他是自己有对 关系有一个蛮深刻的看法 他也觉得想要跟我共度一生 所以我们就觉得 虽然没有法律的保障 可是想要确定这个彼此想共度一生的念头 那大概就是世俗的婚姻吧 因为在这篇文章里面 你有一篇的题目就叫做 同志为什么要结婚 那虽然现在同志法已经过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社会上还是有许多人不能理解 说我们又没有阻止你们相爱 你们相爱就好了 可是你们干嘛要来结婚 你们这样子结婚了以后 那就会让那个社会上的秩序大乱啊 等等各式各样 还有那种到底以后要怎么称谓 要怎么叫啊等等 关于称谓这件事情 我有一个最新的发现 我最近跟我的异性恋朋友吃饭 他们的小孩也结婚了 当然也是异性恋 然后也准备要生baby了 然后他们就在讲说 那将来这个baby生下来之后 要叫我的那个朋友什么 应该是外婆嘛 但是他的女儿就说 为什么要叫外婆 我就要叫奶奶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 现在根本就没有在乎 这些称谓的啦 那时候我心里在想说 那些人说那些事要干嘛 现在其实真的 现在的人都 而且有点蛮娘派的嘛 你都会叫名字 对 其实我觉得称谓 真的是一件最不重要的事情 最不重要 重要的应该是彼此之间的 连结跟情感才重要 但是陈雪正要跟我们来讲一下 因为你是确实结婚十年嘛 那现在又有了同婚法 你觉得在同婚法的保护之下 跟没有这个法律的保护之下 结婚的意义有什么差别 没有保护之下的结婚 就是两个人的承诺 真的就是说 一个决心跟一个承诺 但那时候也觉得有结婚以后 彼此的连结更强烈 再加上我们后来 有跟家人出柜嘛 所以就变成好像以前是 不能出柜 然后跟家人有点疏离 那出柜之后 而且他没有知道我们有结婚 所以等于我去他们家就是媳妇 真的 但你就觉得你多了一个家 就是因为我婆婆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婆婆的 等于她找到那边的家人 整个就是非常开明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多了很多的亲戚 他们大家都对我很好 可是那个时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连结 但是婚姻法通过之后 是很直接你就感觉到说 在法律上 在各个层面上的保护 像书里面有些 我之前有曾经两次开刀 对 那那时候都是阿嫂陪我 然后照顾我 婆婆去照顾我 因为我们家人在台中 可是她虽然这样照顾我 她却不能帮我签那个手术统一书 对 基本上她在法律上 没有任何权利去帮你签任何 对 对不对 然后她其实那时候 她就蛮焦虑蛮紧张 因为我们是请我弟弟来帮忙签 可是弟弟要上班 所以弟弟又回去了 那但是她就很担心说 手术途中如果发生什么事 怎么办 对 然后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就是我每次要进手术房 我都会先跟她说 我的那个存折啊 然后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 然后密码多少 其实我已经跟她讲过一百次了 可是我还是又想说 我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就把钱通通淋出来 我会很担心说 其实我们家人很好 他们应该也不会去跟她争 可是就觉得说 好像你没有一个理所 当然可以给予她的保障 因为我真的是跟早餐在一起 这些年 事业也比以前更成功 然后整个 就我以前超穷的 说实在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现在有一点事业 我觉得是她辅助我 帮助我 对 那我理所当然跟她分享 这是 这就是伴侣 伴侣就是你们一起 也是一起成就了这个 你们的工作嘛 对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 法律的保障 像她现在每次 有时候早上醒来 她都会笑 我然后就 嘿 配偶 她就会 她就会很快心地 在那边叫我配偶 可是你就会有一种觉得 不只是身份证上面 配偶兰的名字 而是你们真正 变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而且这个不是 自由性证的 它是有法律认证 然后不管哪一方 出了什么意外 都有法律的可以保障 然后 而且很奇怪 就是同婚通过以后 有很多那种 本来看起来 很像路人的人 就比如说我们家附近 一个美容院 通过那几天 我们经过 里面所有的设计师 都跑出来 跟我们恭喜 真的哦 他们是那种 全部都是洗 欧巴桑的头的那种 设计师都50岁以上 所以就觉得说 法律通过 会连一般人的印象 都会被改变 对 就我以前也没有 跟他们出轨过 可是他们知道 我是作家 因为在电视上 看到有新闻 所以我觉得 这个方方面面 其实会从人心 跟从社会层面 慢慢的改变 大家对同志的想法 我认为这是正向的 所以不只是对 结婚的人 彼此有保障 对即使不想结婚的人 他的社会处境 也会得到改变 对 但是对很多 同志朋友来讲 可能会觉得 最困难的部分 其实是如何跟家人谈成 好像跟朋友说 朋友比较容易接受 但是跟家人讲 好像家人是 不太容易接受 关于这个部分 我们等一下 来分享一下 陈雪自己走过 这一段生命历程的经验 世界好乱 有你再救新闻 时间匆忙 谁能放满步伐 人生无常 总要学着健忘 我们都收了点伤 我们都收了点伤 才敢坚强 你是阳光 温暖整片海洋 在我前方 在我前方 守护温暖的家 拥有后视肩膀 何需要有翅膀 平平安安就是幸福模样 你所发承的 是第一个小时的 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是爱依良所演唱的 爱是这样 爱到底是怎么样呢 你期望它是怎么样的 它发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它后来又变成怎么样了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在印科文学出版 《同婚十年》 我们静静的生活的作家 陈雪 很多人都读过陈雪的作品 不管是小说 或是散文 很多人也都知道 陈雪是一位同志作家 那也很多人都知道 她在十年前 就与她的伴侣早餐人 在脸书公布了 他们已经结婚的喜讯 而在2019年5月24号这一天 他们有登记 合法的登记结婚 因为他们同时也享有了 婚姻法的保障 所以对本《同婚十年》 在谈就是过去这十年来 两个人的生活点滴 我觉得它很像是同志版的 恋人序语 然后就跟陈雪讲 我说因为其实讲的很多事情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就是生活里面的事情 而不断的去思考 并且不断的去感受 到底爱是什么 但我觉得不能免 所以还是要问一下 因为我听过蛮多同志朋友都说 我周围的朋友可能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家人讲 而我很害怕 讲完之后就会有很大的风暴发生 那陈雪宜那时候都是很顺利吗 早餐人也很顺利吗 还是说你们其实也经过了一些转折 或者是也想过一些办法 可以让这些事情变得更顺遂呢 我们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要出柜 因为早餐人的爸爸是比较早 已经过世了 所以他担心说妈妈会不会受到 亲戚朋友的刁难 然后他又觉得我是有点公众人物 他就那时候跟我说 我们先不要公开这样 但后来是因为我们 总之因缘际会就联署公布 然后后来上了报纸 然后就做了一个杂志的封面 那封面其实是我们两个的基纹杖 但是因为它是侧面 我本来觉得说应该也不会太被发现 总之就是他的亲戚知道了 那他的 就是算是表哥还是堂哥之类的 就跟他的姑姑说 姑姑在跑去跟妈妈说 所以我们算是间接出轨 就反正姑姑就在那边劝说妈妈 妈妈其实就说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只是他就是还是不放心嘛 那我这边的话 其实我爸妈 因为我非常理睛叛道 所以我爸妈很早就知道 因为我就早就把女朋友带回家 都同居 其实我爸妈那时候并没有 他们可能有点搞不清楚我 怎么好像一下喜欢男生 一下喜欢女生 可是他们有一种觉得说 我跟女生在一起 比较稳定的感觉 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反对 但是 但是后来结婚之后 我有跟他们 就是真的亲口跟他们说 就说我跟 因为他们知道早餐人 他去过我们家了 就说我们有结婚 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不算直接就是说 妈我要告诉你 我是同事 也不是这样 应该是说 看你的父母是什么个性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会拿书啊 比如说什么 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 可以放在 悄悄地放在父母的床头 或者是什么 但我觉得有一个 现在比较可以说服父母的事 其实父母通常是以前担忧 都是因为觉得 怕小孩过得不好 对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结婚啦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会让父母 放下一些担忧 就是说法律有保障你们 然后有一些会担心说 那你老了怎么办 可是我们可以结婚啦 对 我觉得可以结婚这句话 会打动蛮多父母的 那如果父母是说 他自己本身不能接受 那我觉得 其实你可能 可以用比较缓慢的方式 让他先慢慢知道 要统治是什么 然后让他知道说 其实还有我觉得 自己过得很好 这件事蛮重要 对 其实父母最担心 就是你过不好 那不管你是什么 性别的恋爱 其实你的状况不好 父母都会担心 对 没错 那但是人也不是 一生下来状况就好了 我以前状况也不好 你以前状况真的不太好 看我们认识太久啦 所以父母会担心你 这是爱你嘛 那我觉得 作为同志跟别人不一样 应该就是说 你要非常的坚强 你要知道 怎么就捍卫你的 你自己想要走这条路 但是方法的话 可能可以随机应变 在这本《头昏十年》里面 讲到很多吃 吃早餐又吃早餐 吃午餐 晚餐 又吃午餐又吃晚餐 谈到很多吃 可是在每一次的吃里面 陈雪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他会这样子去写的 我只能再次表达说 你真的是一个叙事跟抒情的高手 有一篇叫《长良心》 我自己特别喜欢 你说早餐人问你说 太太 你的良心是怎么长出来的 他真的叫你太太哦 对啊 他叫我太太 好可爱哦 因为他就觉得那种 好像很深思的感觉 好这样 对对 然后陈雪就说 因为年纪大了嘛 阿嫂又问说 年纪大了就会长良心吗 你说当然也不是 是因为有反省吧 你最后做了一段结论非常好 就你说所谓的《长良心》 是真正懂得同理 和有能力去理解他人 嗯 对 我觉得我以前年轻的 因为各种缘故吧 小时候的创伤 家里的一些巨变 还有我自己 特别自卑吧 然后还有我本来 因为可能天性 是那种比较戏剧性的人格 所以就一直 我觉得我是蛮自我中心 刚刚我并不晓得 嗯 所以过去的恋爱里面 那么多波折 或是那么多 自己都搞不懂的混乱 其实跟自我中心 非常有关系 嗯 没有安全感 然后又自我中心 所以我讲过 我跟早餐人第一次分开 其实那次也是我伤了他们 嗯 所以分开之后 那些年我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你 会去伤害你最爱的人 然后你为什么不能控制 自己的会犯错 或者是 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 没有抓到最核心的一点 嗯 我在跟他重逢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没抓到 我只是以为说 我 我要好好珍惜 嗯 可是是在跟他在一起 磨合的时候 其实 早餐人有一点很好 是他 就算非常爱我 他会一直跟我讲道理 嗯 他不会像以前的 恋人那样子 可能就很纵容你 我就是 拿你没办法 他就会一再一再地 跟我说明 人跟人相处 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 一直发生争执 意见不合的时候 我们到底现在是在干嘛 嗯 我觉得我好像是有 有一次就是赫然发现说 其实这个东西 并不会伤害到我们的感情 我们只是因为某些 某些东西意见不合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形象很不同 我其实只要站在他的立场 来看这件事情 他就会迎刃而解 嗯 可是我以前我会害怕 被 怎么讲 被不爱 害怕被看出不好 所以我会一直想要辩解 对 我想要让他觉得我是对的 嗯 但实际上 这个无关对错 这其实就只是在 你的角度跟我的角度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嗯 那我觉得长良心就是 我赫然发现说 其实我假如去同理他人 你就会发现 比如你做伤害对方的事 其实他会非常痛苦 对 你不可能一边说我很爱你 一边伤害他 对 这两件事是不可以并存的 对 但是以前我可能就会觉得说 哦 这个也是我的真正的感受啊 我真的就想要去做那个事情 嗯 那可是我也是真的很爱你 好像有很多人都 出轨的时候都会这样说嘛 对 但实际上 呃 问题不在于出轨 而是在于你的抉择 嗯 这个时候你决定要做什么 对 那长良心应该就是说 我终于知道了 你说所谓的珍惜对方 不是心灵 而是你的抉择 嗯 你要做出对 自己跟对关系好的事情 这才是真的珍惜 所以我们不管是 同性的相爱也好 或者是异性恋的关系也好 说到底 如果两个人要想要 长久的维持关系 而且还可以维持相爱的感觉 长良心都是很重要的事 对 长良心 两个人都得长良心才行 两个人都要良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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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为什么觉得说 很想推荐这本书 因为 你看同志朋友 其实要经历那么多的 社会上的以前 然后各种的挑战啊 质疑啊 歧视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陈雪还是可以 这样一路走来 而且长出良心 然后 然后两个人的关系 还是可以这么好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 给很多 也许不是同志朋友 有一些疫情连的朋友 蛮多的启发 跟思考的空间 我们待会再聊 通过你去时空旅行 回到那深刻的剧情 初吻时的小旅行 我们在等着雨停 穿越到未来陪着你 熟悉的白了发的你 同样温柔把我 不再熟悉 我依然可以 牵着你 我不化远离 每个怀疑 在爱里堆积 因为有你 走过每个瞬间 看着你的肩 重划你说过的事 也有一次实现 走过每个瞬间 你恨我之前 从是天 几十年不蝕 每一天照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多久有我们定义 不管重复千百遍 你总是那个 唯一 穿越到未来陪着你 熟悉的白了发的你 同样温柔把我 不再熟悉 我依然可以 牵着你 满不化远离 每个怀疑 在爱里堆积 因为有你 你走过每个瞬间 靠着你的肩 重划你说过的事 也有一次实现 哦 走过每个瞬间 你恨我之前 幸福的我们 永不坏 别走过每个瞬间 靠着你的肩 重划你说过的事 也有一次实现 哦 走过每个瞬间 你和我之前 从小天 几十年 不会变 跳跃的时间 渐渐爱的失恋 现在未来和从前 每一个每天 透过每个瞬间 你和我之前 走过每个瞬间 走过每个瞬间 靠着你的肩 靠着你的肩 你和我之前 幸福的我们 永不坏 别走过每个瞬间 靠着你的肩 重划你说过的事 也有一次实现 能走过每个瞬间 你和我之前 从小天 几十年 不会变 你所搭乘 那是第一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在我的手上 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 这本书是硬刻文学所出版的 《同婚十年》 由作家陈雪所创作的 同时也记录了 这十年来 要他走过同志 婚姻的 整种心情的转变 成长 以及很重要的 对于生活的一些理解 那还有一个副标 叫做我们静静的生活 很喜欢这个副标 我个人认为 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 到一种最美好的状态 就是静静的生活 绝对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 这种什么走过水走过火的那种 我觉得真的都不是 就是静静的生活 那在这里面呢 我也看到了 陈雪的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于人生的理解 有一篇文章 我很喜欢 虽然谈的不是你的事 但也是你的事 叫做少女A的重生 你又提到一个 叫做少女A的女孩子 对对对对 然后你们都曾经 在彼此很不好的时候 互相照顾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都会觉得说 我已经很不好了 你还来找我麻烦 对不对 你自己去想办法 是不是这样 你去找别人 但是你那时候怎么能生出 这样大的力量来 在你自己的状况很不好 住在医院里面 每天都要 就是跟手术 跟手术后的疼痛 跟病痛搏斗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挽救一个 得了忧郁症 然后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人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蛮像的 因为我一认识他 就发现他跟我一样 就是命运比较坎坷 然后家庭负累很多 那时候是我刚好手术 然后他那时候就失恋 很严重的失恋被劈腿 然后因为失恋也就失业了 嗯 所以就 状况也很不好 那我就跟他说 刚好他 因为他本来就常常 会帮我们照顾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处女座 他来医院照顾我 然后可是其实他状况非常不好 所以我那时候刚 手术完就是 他就是 后来才跟我说 其实他一个人他会睡不着 那我就说那你在医院跟我一起睡 那他就会一直反复说他 就是他跟他的lover的事情 然后我就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非常痛 我就一直 一直在劝慰他 一直在跟他说 那我那时候是觉得说 他在一个很危机的一个 瞬间 其实我已经度过 我已经手术结束了 嗯嗯嗯 所以反而需要帮助的是他 他虽然每天照顾我 但其实他的心里 就随时就要崩解 嗯 可能动不动 可能一瞬间 他有可能就自杀了 对 那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说 我我过去也经历过非常惨的事情 那我就一直 一直一直跟他说 一直跟他说 可是实际上我真正帮助他 不是在那段时间 嗯 那时候我只是让他免于自杀 对 他他大概花了四五年 才完全走出来 那我前阵子在他脸书上看到 他提到那一段事情 嗯 其实他他都记得 而且他也感受到我 嗯 我那时候的努力 嗯 他也感受到说我 其实都那么痛 我还这样在跟他说 那我觉得最棒的就是 他其实也是自己拯救自己 嗯 他就去旅行 练瑜伽 读书 然后做心理治疗 慢慢慢慢的 他真的 因为处女座很固执嘛 嗯 他是真的靠很漫长的时间 去了很多国家 然后一次又一次 就是慢慢的拯救自己 我觉得他让我非常感动 嗯 虽然四五年好像很久 可是他真的也是患然一息 对 因为你有一段文字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他说 然而就算最任性的撒赖 那之中只要还有一点点求生的渴望 你依然必须返回自己 拯救你自己 然后最后你说 一场恋爱可能毁灭一个人 也可能使这人重生 这一切决定都在你手上 不管多困难 不管多遥远 一步一步走 一点一点改变 我曾见过 我曾见过有人如此拯救了自己 对他就是这样 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 常常常会做一些蛮疯狂的事情 嗯 可是 你还是可以回到我自己 嗯 我那时候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他 没关系 没关系 就算那样 我还是爱你 嗯 可是你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了 你就是因为太伤心 你会做一些 可能你自己也不那么OK的事情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让他知道说 不管怎么样 我都支持你 都爱你 这个心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对我 我想我一定也会 可是实际上就是有 我有这样的朋友 我觉得我用的就是他们的方法 嗯 不管我在世俗人的眼中 是说多么的怪异 多么的被的 他们知道我不是 是故意的 他们知道那内心 其实是因为受伤 带来的一个毁坏 那我觉得我对他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心 嗯 也对我的读者也是这样 其实我有很多读者 也都会这样写信给我 对我相信 我就跟他们说 就是不管怎样老师 我会支持你 嗯 你现在真的应该变成很多 读者的教母了 哈哈 而且你也有那个光芒出来 糟糕了 哈哈 好 然后我们再来谈谈 就还是再回来谈谈 你跟早餐人 嗯 你有一篇文章叫做 均衡而和谐的同居状态 其实就算没有这篇文章呢 我一路读着你的这本书里面 看着你跟他一起吃早餐 去市场买菜 手牵着手一起回家 很多很多很日常的片段 我也已经感受到 你们的同居状态 是一种均衡而和谐的状态 但现在经过了十年 你觉得像这样的一种 像港湾一般的安全与宁静 到底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就是 即使我们好像看起来很平静 但其实也经过蛮多破浪 是 包括我的身体不好 还有事业上有时候太忙碌 嗯 可能也会影响到关系 对 不过我觉得比较好就是 我们会互相提醒 那当然都是他提醒我 比如说我其实是工作狂 那工作狂就会带来身体不好 或者是影响到关系 对 他都会一直告诉我 比如说我且长片太投入啊 我只是 凤凰在宣传的时候 他都会一直跟我说 你还是要回到生活 然后如果我们相处的太少 他会提醒我 他说 你不能人在心不在 还有很多名言 他都会说 名言家举 他都说你每次都假装在跟我相处 假装 他说你假装在跟我相处 你的心没有跟我相处 那我以前都会说 哎呦好严格 可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如果不是他的督促 我觉得我一个人 人真的是很容易会走歪掉 对 没错 但是在很多的相处关系里面 我也听过 其中有一方 他可能一直保持觉醒 他会跟另外一个人讲说 我觉得我们最近会怎么样 你是不是比较怎么样 可是对方也许会生气 那你都不会生气 我不会 因为我经过很多惨痛的教训 证明早餐人说的都是对的 真的我以前都还会想辩解 后来真的是时间证明了 他的观察是对的 因为他每次跟我说 你又太嗨了 我都觉得我没有嗨啊 我只是开心 就是说他认为我现在超出界限以外了 他会提醒我 我觉得这就是信任吧 我们相信彼此 但我相信他说的这些事情不是因为自私 不是想占有我 是为了关系好 因为通常有时候我们在信头上 你都会觉得说 那我为什么不能专心的写小说 我为什么 我这个时候我还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你会忘了我们这个东西 对 我觉得他就是会提醒我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要照顾 那如果你没有了这个我们的心态 关系必然就会走向歪斜的地方 嗯 我们最后要用全篇 我觉得最浪漫 也是最令人动心的 叫做噩梦 有一天你做了噩梦 结果早餐人也做了噩梦 然后早餐人梦见你在他的噩梦之中 去上厕所就没有再回来 然后他就一直很烦 你担心结果他醒来了 醒来以后是不是就忘记这件事 就觉得啊还好你在身边 他就开心了 但并没有 并没有 你要讲这个这个太浪漫了 为什么他没有开心了 哎这是一场梦好棒啊 他为什么没有开心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在甜甜滴之中 知道早餐人好像对我很严格 其实他很爱我 就是他就很可爱 因为他其实很理性 但他早上刚睡醒的时候 他有点茫茫的 所以他意思是说 他就很可爱跟我说 他很开心我在这边 可是他会担心说 那梦里面的那个 就是那个程学不见了 就是他的那个 对我 我就有发现说 其实他在我身边 他很辛苦 因为我常做很多很迷糊 真的会让人很担心的事 他那个担心 已经延伸到梦里了 从意识变潜意识 对就是潜意识 一直在担心我 然后真的 然后他就这样 好像很焦虑说 怎么办 还没有把梦里的太太找回来 嗯 可是他在我旁边 又发现我跟自己好好的 嗯 我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 而且真的觉得说 你又要好好的听话 就是他真的太担心我了 嗯 没错 但在我看来我却觉得 这是浪漫到了极致 因为一般人会觉得 哦还好是一场梦 哦你还在我身边 就结束了 可是他会去想说 那那个梦里的人 我还没有把他找到 对 万一他在梦里一直找不到路 回来要怎么办呢 这就足以证明 虽然你一直说他很理智 但在我看来他可能会是 一个比你更浪漫的人 所以祝福你们的同婚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永久 谢谢陈雪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现在要点播这首歌 送给你们 这首歌是陈启珍所演创的 静静的生活 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静静生活 遍起脚尖 静静生活 秋天以后 静静生活 电影散场 静静生活 路灯点亮 静静生活 美月过后 静静生活 不过 问谁谁打破周围的沉默 谁决定话题的轮廓 谁穿越空空的沙漠 带走我红的日落 半岛海边静静深火 父母跳流静静深火 地球泡沫静静深火 火箭深空静静深火 地球转动静静深火 不让全世界的习惯陪我 放松谁打破周围的沉默 谁决定话题的节奏 谁穿越空空的沙漠 带走半盖的花朵 迷路的骆驼 在歌曲间走 哦 表演过后 短暂问候 带走半岛海边静静深火 潮起潮落 地球转动静静深火 能让全世界的寂寞 陪我坠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旅行